一座正定城 半部佛教史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 不久便在正定生根演习 至隋唐时期 当地佛寺多达一百九十多座 影响广泛的林济宗便是由此滥伤 正定因此被评价为 中华文化兴盛时期的佛教重镇 迄今仍有九楼四塔八大寺 二十四座金牌坊之说 林济宗如何形成 被梁思成称为清晰秀丽 可算塔中之上品的林济寺成灵塔 为何被视为林济宗重要的祖塔之一 成灵塔又如何见证着 中日佛教文化交往的佳话 近日 中心社东西问 就此专访河北省政府 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 根据史料记载 东魏孝敬地星河二年 在城的东南二里 湖托河畔的林济村 创建了林济院 这就是林济寺的前身 到了唐宣宗大中八年 高僧奕玄禅师呢 助悉于此 奕玄禅师学士很渊魔 他的禅风是以单刀直入 积风俊俏而组成 所以长一棒喝 来对待他的学人 成于当头棒喝 就源于此 一旋的禅血当时得到了 北方信徒的广泛认可 独树一帜 所以归者云众 逐渐地就形成了 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 重要的派别 后世就以这个四 来命名他叫林济宗 他是中国禅宗 五大宗派当中 传承最悠久 影响最广泛的这一派 林济宗自从宋代以后 就成为禅宗的主流之一 历经宋元明 久而不衰 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 士大夫们 比如像黄庭坚 苏氏苏哲 他们都和林济宗的 渊源很深 并且被列入林济门人 据了解 一旋禅师元济后 弟子在林济寺内 为其建一波塔 以示纪念 唐义宗赐塔名为成灵塔 因成灵塔是青砖砌柱的 密研石心佛塔 故诱惑雅称青塔 据梁勇介绍 第一个以现代人的眼光 发现正定这座古剑艺术宝库 发现成灵塔的 就是梁思成 成灵塔成八角形 是九级砖仿木结构的密研塔 通高有31米 最下层是一个八角形的石器的塔基 这石器以上开始用砖石器柱 塔基上设有虚密座 虚密座上有三层莲花座 九级塔身 矗立在莲花宝座上 塔身的第一层比较高 四面都设有这种开舌的甲门 各个转角做成圆形 一柱处理 雕刻的是特别精美 自二层到八层的这个尖尖的 它的尖距就逐渐的缩短 所以塔严紧密相连 层层出演 这个塔呢 以斗拱来称托 设计非常景巧 以富有变化 它在佛塔当中实为少见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 身为中国营造学社 法事部的主任梁思成 发起了中国历史上 一次大规模的抢救 中国古建筑的普查工作 他当时不顾战乱 两次到正顶来考察 所以梁思成在他的正顶调查 剧烈当中 是这样记载林济塔的 他说 这个青塔 在正顶四塔当中 为最小一个 但清晰秀丽 可算塔中上品 梁勇说 发端于正定的林济宗 有林济儿孙变天下的美誉 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 有着重要地位 宗风亦波扬海外 推动着中外文化之交流 公元八十几 林济宗传入朝鲜 十二世纪传入日本及东南亚 林济宗则批广阔 对日本影响尤慎 1983年 林济寺被国务院确定为 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次年成为对外开放的 佛教活动场所 此后四十年间 林济寺作为林济宗祖庭 成灵塔作为祖塔 成为中日两国僧人 文化交流的纽带 日本以团体形式 来林济寺的交往活动 有记载的就达三十多次 从1980年起 日本日中友好林济协会 多次派遣参访团 来正定拜业 林济祖庭和祖塔 如今呢 林济寺和成灵塔 仍然吸引着海内外的友人 前来观战拜业 时至今日 林济宗仍然在日本 影响非常广泛 在日本佛教的 二十五家宗派当中 有二十一家 他们信奉林济宗 都以正定林济寺 作为他们的法园祖庭 视林济塔 为林济宗的祖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